今天我們有一個圖書局的開幕 以及會有一個分享會 希望會透過一些介紹 讓自己或不同的工作人員知道 自己想看什麼書的時候 如何可以選一本適合自己看的書 感謝很多朋友不吃飯都走過來聽我們這個講座 其實我一直想做的事就是將一些好的書 以及將閱讀的習慣帶回去給一般的朋友 大家有沒有想過 現在你們眼前看到的這一本 其實是一本雜誌來的 這本雜誌叫做Cravel 過量的意思 大家有沒有試過擁有家裡有一本書 是打開有一米闊的 就是目錄的氣勢都已經很厲害了 你有沒有看到這麼大的目錄呢 其實非洲原來是參與過太空競賽的 而非洲就沒有做Propaganda 但它反而是人類第一個想著要上月球的地方 壓力就是我不知道怎樣去令自己變成Better Sale 或者不知道有什麼方向可以做到這件事 這個時候的書是很幫到我們 大家有沒有看到左邊這本書 大家都沒有看過內容都見過那個Cover 如果真的全世界 全世界都是這本書在上面開始 裡面有很多可能會有一些驚喜的書 因為有些我們不要在那裡開股 就是你自己在書櫈裡面慢慢探索一下 你會發現其實很多很精彩的目錄 公司是有心去推廣這個閱讀文化的 我覺得有在這方面肯去落這個功夫去做的老闆是很難得的 拖頭就不知道他那個構思和書的擺位 聽完之後我們現在知道怎樣去找書了 最大的得罪是應該要自己看到那些書 因為其實很同意剛才兩位港姐所說 就是可能生活上或者工作上有些問題 或者想不通的東西 很多時候在書上找到答案 那兩位講到一個項目是 真是丁系 很多東西可能很微細的 其實我們大家一向都沒有留意 沒有認知 就希望可以透過不同的書 去將這件事帶給我 去認知 了解一下其實周遭發生的事